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有关于理财的 名字叫查理芒格的投资思想 只有搞清楚价值和耐心的真正含义 才能够实现和实践价值投资的理念 如果说巴菲特以其沉稳凸显了性格对于投资的巨大影响 那么芒格则用其锋利展现了思想在投资中的巨大作用 查理芒格的投资思想一书用简洁直接的方式 为读者扫清了学习芒格的障碍 它既是初学者掌握芒格投资思想的入门利器 也是资深投资者随时反复体悟芒格投资思想的常被读 本书的作者戴维克拉克 国际畅销投资书的作者 他的著作有巴菲特投资学 巴菲特投资学实践手册等图书 被翻译成了二十种语言 被世界各国誉为投资的经典读 下面我会用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来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对投资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 巴菲特今日的成就可不是他一人之功 如果少了黄金搭档查理芒格 巴菲特大概率还会是一位顶尖的投资者 但能否获得股神的称号可就不好说了 在各种投资年鉴中 芒格的名字总是一闪而过 与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巴菲特不同 芒格显得很神秘 除了伯克希尔哈萨维每年的股东大会 他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但是没有人敢小视这位站在巴菲特身边的男人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价从2022年大多数时间都保持在40美元以上 你没有听错 是每股40万美元以上 伯克希尔哈萨维最早是个生产纺织产品的公司 1962年12月12日 这个公司的命用开始改变了 巴菲特开始以大约8美元的价格购买其股票 到了1965年4月 巴菲特成为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控股股东 又过了20年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纺织业务被巴菲特关闭 成了一家专做保险业务的投资集团 对投资者来说 拥有大量可用资金非常的重要 而保险公司恰好能够利用时间差 使用大量的服从金 这正是巴菲特把伯克希尔哈萨维 改造成保险公司的底层逻辑 直到1978年 芒格才开始担任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董事会副主席 虽然芒格没有参与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初期用营 但巴菲特曾明确的表示 伯克希尔哈萨维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 离不开芒格的设计 不论是集中投资 而是长期持有 伯克希尔哈萨维所有投资策略 都有芒格投资思想的影子 也就是说 现在被投资者们推崇的价值投资 是巴菲特和芒格两个人共同的心得 可有趣的是 芒格在大学时的专业是气象学和法律 在开始尝试投资之前 他从未接触过金融学 会计学或者是经济学等相关的投资知识 那么芒格是如何在后来 寄生最伟大的投资者的行列呢 在35岁之前 芒格一直希望通过努力工作获得财务自由 但最终他发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1959年 芒格的父亲去世 给他留下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遗产 就是在那一年 芒格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巴菲特 俩人一见如故 也点燃了他对投资的热情 1962年 芒格与朋友成立了一家投资合伙企业 正式开始了投资生涯 没错 芒格确实是个投资天才 他从天才到大师 要走过漫长的学习之路 虽然天赋不可扶植 但我们可以从大师多年实战中 汲取经验和智慧 接下来 我就通过分享芒格对价值和耐心 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来说说芒格投资思想的精髓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芒格对价值有怎样的定义 刚才说到 从天才到大师也要走过漫长的学习之路 这可不是帮天才说谦虚的话 而是芒格轻生经历的事实 虽然芒格知道1978年才加入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尔 但他与巴菲特早在1968年就有过合作经历 当时他们俩人合作收购了巴尔蒂摩的孔恩百货 总耗资达到了约1200万美元 如果比较孔恩百货的固定资产和商与价值1200万美元并不多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 但实际情况却让两位投资大手措手不及 孔恩百货在同业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 如果想生存下去 就需要不断的注入新资金才行 此外 百货公司中数量最多的商品是服装 珠宝和地毯卖不出去也不会贬值 但服装就不同了 别说跨年 每年的结变会导致服装从获的贬值 两位投资大手顶着压力坚持经营了三年 最终又把孔恩百货给卖掉了 这段经历使芒格并不赞同巴菲特导师格雷厄姆的投资哲学 格雷厄姆开创了证券分析原则 最为强调安全编辑 认为购买股票的最佳时机是价格严重低于价值的时候 而卖出股票的正确时机正是当价值与价格再次重合的时候 而从本质上讲 证券分析原则与价值投资并无二致 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对于价值二致的理解 格雷厄姆投资者的形成与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他做投资正至二十世纪大萧条时期 市场非常的不景气 所有的公司都有破产的可能 贬低都是被低估的公司 但市场并不是任何时间都是这样 芒格认为 投资不要单纵执着于便宜这件事 你用极为便宜的价格买入了一家普通公司的股票 远不如用划算的价格去购买一家优秀公司的股票 因为优秀公司才能带来长期且高效的收益 当然 完善对价值的理解只是开启价值投资的第一步 到了实际操作阶段 如何实现投资效率最大化才是大多数投资者的难点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我们就来说一说 该怎样理解投资的耐心 青年时期的芒格曾参军入伍 在部队里他非常喜欢与战友打扑克 就是扑克游戏让他领悟了一个关于投资的重要逻辑 当情况开始变得不利 一定要果断的止损 相反如果用气来临就必须坚定的下面重注 所谓用气当然不是真的听天有命 而是主动雄找绝佳的投资机会 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 20世纪90年代末 美国科技股出现暴涨的行情 但芒格和巴菲特却没有参与这次狂欢 反而停止了股票交易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两个老头子是傻掉了 可从2000年三月科技股开始崩溃 在之后的一年里 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多点滑落至2000点不到 从个股来看 以科技行业的巨头亚马逊为例 它的股价在一年内跌掉了九成 从100多美元变成了个位数 芒格和巴菲特在2003年重新入场 因为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才认为公司价值被过分高估的时期过去了 漫长的等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可是熬过漫长的等待只是第一步 你确实抓到了那个绝佳的机会 但能否在之后的时间里进化住这个机会 可就不好说了 因为股价是由万千个投资者共同来决定的 短期的涨跌不可预测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你需要等待公司的商业周期进入上升阶段 也正此 芒格才强调要做永远持有投资标底的准备 而想做到永远持有 你一定要避免用负债进行投资 否则就很难守住耐心了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 耐心不仅仅是一种心态 更是一种经过理性规划的长期战略 读到这里 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想实现价值投资理念 必须深刻理解价值和耐心 这两个概念的真正含义 就价值来说 并不是价值与价格出现背离 价格达到了足够低的程度就值得投资 我们还要考虑投资标底是否具有强劲的长期盈利能力 否则投资回报率必然大打折扣 而耐心这件事放在投资领域中来说 并不只是心态问题 它是需要通过规避负债 坚定长期投资理念才能达成的理性战略 感谢观看